乡镇世代会是特别关注疫情的发展 而福利乡从5月2号起至今 一口气就暴增到了22例 也使得乡代会最后一天的联合总质询议程 多数代表质询议题也绕着疫情发展 以及防疫工作来打转 乡长陈荣冲对此除了是加强环境倾销 也强调呼吁乡亲 确实落实自我的防疫降低感染的机会 花联本土疫情爆发至今 始终为花联13乡镇唯一净土的副理乡 从5月2号两例确诊个案起 不到一个星期就一口气暴增到22例 乡代会最后一天联合总质询议程中 不论是疫情的发展 相公所防疫作为 以及快筛试剂 地方医疗量能是否足够 和疫苗施打等议题 乡代表们轮番质询 政策室 就要给他里面是不是也有试剂 还是什么 试剂是没有啦 他应该里面没有试剂的 有吗 有一只是吗 有一只 然后也包括吃的啦 日常用品都有啦 你既然要喷的话 是不是两边都要喷吗 雜货店对面就是果小啦 对啊 他去喷果小那边啊 这个雜货店这个 没有啦 我们有 集片都有拍照啊 雜货店有去处理啊 他们回报过来的讯息里面都是有看到的 医疗量能、药品以及快山试剂全台打缺货 未处偏乡的副理乡更是秒杀再秒杀 乡长陈荣聪对此也很无奈 除了依照政府防疫规定加强确诊者住家环境 以及公共场域的环境倾销 也强调确实落实自我防疫才是王道 用扫街市的方式把全项再分过一件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代表还有村长 他们跟我说到我们的口子 既然是零 可是我们不能做以代比 是一样的选项在对 那我希望所长 你们知道哪里确诊的力量 可以再多加坑几次这样好了 对 好 谢谢 也由于是相待会最后一天的乡镇联合总质询 除了是防疫的课题之外 相代表们也就相代表工程建议案的执行 建议都市计划土地解编 以利地方发展以及公所人事案都提出执行关切 记者石玉兰副理箱采访报道